近期,据相关媒体称,中国又推出了一款新型轰炸机。这一轰炸机的产生,推翻了中国最强轰炸机6K在中国轰炸机的地位。这就是中国西北集团最新生产出的6G轰炸机。这一轰炸机的生产,引起了世界多国的讨论。 去俄罗斯媒体报道,俄罗斯专家认为,这次中国所研发的6G轰炸机,不但打破了中国6K的传奇,并且中国西北集团还在6G上,加上了电子战的能力。 对于这个功能是其他国家难以置信的。本次的6G轰炸机的改动相当大。 在这之前,中国海航、岸基轰炸部队,主要使用的是轰略科轰炸机。 而全新改装的轰6G,其机身经过大幅度的返修,头部更是全面设计,取消原本的轰炸引导位。 用新手雷达,以及先进的航空电子设备,来武装这一新式轰炸机。 全玻璃化的先进驾驶舱,彻底取代了以往的苏式驾驶系统。 这一系列的改动式轰6G,无论是在驾驶的舒适度,还是试战能力上都得到了显著的提升。 而除了外观和软件上的升级,本次研发的6G轰炸机,还采用了全新的D30KP2发动机。 使其在不加油的情况,下时罗法没搬进,能够到3500公里。 这一改进大大的增加了6G轰炸机在实战中的续航能力。 并且6G轰炸机还加强了对潜艇的打击能力。 先进的航空电设备,能够精准地探查到敌方舰艇的位置,然后实施精确的打击。 作为轰炸机的6G,其中载量也不容小觑。 6G轰炸机可以携带多达奇美的鹰机12导弹。 这种导弹的200公斤高爆弹头,完全可以让6G轰炸机对周边各国的大型战舰,造成一定程度的威胁。 而这一导弹高达三倍音速的突防速度迫使敌军,必须主动拦截轰6G,否则会会完全打破敌方战舰防御系统。 未来6G轰炸机将广泛运用于中国国防保卫工作中去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